高血压的问题我一般不太愿意在外边讲 因为什么 因为高血压的病人现在太多了 你帮不了那么多人 我现在问你们高血压是病不是病 记住啊高血压不是病 现在居然要用手术来解决高血压 医学在变得越来越残忍 高血压实际上并不是病 我现在告诉你高血压是属于人体的自保 因为你的血脉打不到大脑的时候 因为这是中枢的问题 所以只要打不到人 就是我现在问你们 其实这是个物理题不是一个医学题 你血压能升上去 你身体的哪个脏气强大 我现在告诉你低压膏就是肾开始出问题了 高压膏还是心脏的问题 就是那么首先是心脏有劲 能够把血压蹦上去 对不对 蹦上去干嘛 蹦上去要把经脉通开 要自保 要自救 好我现在问大家 降压要在干什么 还有什么 你的血压能不升上去 一定里边有一个作用 是作用于心脏的 叫β组织剂 所以就说它让你第一 要先让你心脏没劲 不往上蹦 然后扩充血管 可是高血压 你想想你越来越扩充 然后你的血管壁越来越薄 然后你越来越老 你的血管壁越来越硬 所以高长年服高降压药的人最后就两个病 来两个病 一个是脑医血 一个是心脏病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是说你想 很多事情啊 我们没有多去考虑 我们想的太少了 而且所有的西药里 只要让你终身服药的 你现在都要明白一件事 它治病没治病 没治病 它只是在维系指标而已 只要是终身服药的 就是在维系指标而已 你觉得我现在就血压不高了 好最后等你血压真不高的时候 你得了心脏病 然后医生就说 你看我让你一支服药 你现在血压不高 但你说我现在得心脏病 好那你归心脏科管 你怎么办 所以大家要清楚啊 心脏病的最强烈的表现 不在心经上 而是在脾经上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脾经跟我们的心脏 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心脏病的一个发作 一个都是后背抽 抽触痛 为什么后背 后背恰恰是心肺的后缘 真正的按摩五脏法 在哪儿 我现在告诉你大秘密 在后背 每天没事揉揉后背 倒是对五脏是有帮助的 所以后背为五脏之福 记住啊 那么真正的治愈方法 彻底的把它揉开 就这么简单 生命是需要下功夫的 所谓下功夫就是 有人帮你揉 每个不好 我告诉你 只要揉那么一个月 两个月下来 你身体绝对好得不得了 因为什么 你身上每一个筋结都打开了 因为长期的生活会使我身体上处处都是割的 都是拧的 拧巴的东西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一块鞭石 经常在身上身体上做按摩刮 就像有点像刮沙一样 它是比较润的一个东西 刮起来蛮舒服的 不用割油 像我们像用牛角板 都是要割油的 可是鞭石是不用这样的 鞭石是非常好 用鞭石刮脸可以去皱 还可以增添神采 鞭石你先用热水烫一下 然后出来熨烫这些穴位效果特别特别好 如果你有痛经 把这个烫过的这个鞭石放在腹部 也是奇效 还有一点呢 就是把鞭石如果洗干净了以后 你放到茶水当中 然后呢 甚至可以改变水质为碱性